我们种植蔬菜,种植水果,我们一定要用有机肥吗,一定要用饭面吗,这个事呢,我给大家说说啊,首先说这个一题呢,就是说说我们30年前,30年前呢,我们种玉米,我们种小麦,我们都是用卷饭呀,我们家呢,每年都养猪,种两头猪,为了咋饭呢,养到五头猪,为啥咋饭呀,为啥以前的时候我们种小麦,种玉米,一定用有机肥 因为那时候没有化肥,没有水龙肥,没有复合肥,只能用饭呀,然后呢,推饭的时候啊,也要推一个月,非常辛苦,那是我们用有机肥,用卷肥,用饭的时候呢,这个玉米小麦产量并不够啊,你现在看看,现在不用饭了,不用有机肥了,是吧,只用化肥了,我们这个小麦玉米,两年增产,所以说呢,我们农业种植种啊,有机肥不是必须的, 同样,我们翻地呢,也不是必须的,以前的时候八十年代,我们种小麦啊,年年用连轨车翻地,翻这么深,现在你看,没有翻地了,都是玄玄,玄境机,把结果一粉碎,OK了,所以说我们做农业啊,我们要学习现代农业技术,不要学原始农业,种地呢,不一定要翻地,也不一定非用有机肥,如果你说我用有机肥,种的非常好啊,就说明一个问题啊, 你不会配肥啊,你不懂施肥,你会施肥了啊,你不一定用有机肥啊,我不能说有机肥不好,你用也非常好,但是呢,有机肥呢,代表一种原始的农业技术。